共产党文传会主委林涛带头质疑 台湾参与美国制裁能制裁什么 经济制裁俄国有什么用 青蓝名嘴黄世修接棒赞瞎调侃 如果抗中保台湾真的 我支持台湾向美国宣战 共产党内消极派以美论成主流 想选台北市长的蒋万安也被逼着表态 蒋万安难得公开跑摊行程 只是原先针对未来国际贸易 政府不应该只宣示短期不受影响 而是提早因应 文莫甚至强调人类共同意识 可以改变世界 但是遭到民地党议员 无配留言反呛 根本是空话歌 几个小时后蒋万安再剖新文章 这回终于听政府对俄罗斯制裁 如果从经济制裁进入到晶片制裁 台湾应该可以为国际社会 尽一份心力的 冒着跟党中央立场不一 蒋万安支持台湾用科技制裁 恐怕因为蓝银消极态度 宣扬以美论引发民众不满 媒体最新民调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声音 不认同的人占52.4% 认同的人有47.5% 新北市场侯友宜也赞成 恶务开战应该有态度 不管你做任务的谴责跟制裁 这是一个态度 对破坏世界和平的 我们都要有态度 政府明确表态制裁入侵者俄罗斯 跟民主国家同一阵线 对比蓝银内以美论消极派做大 难怪想更上一层楼的 纷纷赶快做出区别 三级选成军前正海中 S6组看不到